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儿段掌千金两 女子段掌果防养 这就是说男人段掌是有创造财富的能力 价值千金 事实上很多事业有成的男性也确实是段掌 但是也要配合其他纹路区别对待 若是两只手都是段掌则更是难得 双手段掌的男人有着怎样的性格呢 这种手向的男人有着耿直的性格 他们工作能力强 而且非常有责任心 只要答应做到的事情 就算再难也会坚持下去 双手段掌的男人做事情都很有主见 喜欢实际操作 而不会仅仅陷于嘴上 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 他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解决掉 绝不会让困难困住自己前进的步伐 双手段掌的男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生活中啊 什么该留 什么该去 绝不会有半点犹豫 因此做事情很有效率 尤其是男人 一生的事业运都是很不错的 在感情方面 他们特别重情 特别是异性之间的感情 只要爱上一个人就会绝不轻易放弃 时刻做好相守一生的准备 因此 在感情方面从来都不需要发愁 但是在健康的方面啊 这种首相的人最容易得肠胃病 所以 在生活中一定要多注意身体 定期做下检查才是 双手段掌的男人命运如何 这种首相的男人通常都比较大男子主义 脾气暴躁 动不动就发脾气 但是却有很强的领导能力 有些事情啊 只能交给他们做 他们就会保持初心 判断力也很强 对一切事情总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此外 双段掌的男人做事情 还比较有耐心和决心 因此 一生的事业不会太差 要比别人容易成功 只要他们认定的事情啊 就会冲破重重艰难 绝不会轻易放弃 因此 在事业方面取得的成就极大 但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的话 这种人遇到一些明知是错的事情 却会一直错到底 性格特别固执 干什么事情都喜欢一意孤行 不听取别人的建议 双段掌的男人啊 喜欢感情用事 在一些决定上太过依靠心情变化 他们充满自信 但是为人处事方面 常有不理智的举动 容易被情绪左右 单单从性格上来分析 就可以知道啊 这种人从来都不会轻易地 妥协一件事情 双手断掌的男人运势比较强 他们头脑聪明 做事情有独特眼光 才华出众 浑身上下都散发出着一种独特的魅力 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 若事业线与太阳线相连接的话 那这种男人会在事业上取得极大的成就 而且还能拥有财富 一生中财运都处于上升的趋势 他们重情重义 尤其是在爱情方面 只要遇到了自己清新的人 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感情当中 时刻关注对方的一切 了解对方的一切啊 只要对方需要自己 他们就会放下一切来到对方身边陪伴 以上就是双手断掌手相 如果只有一个手是断掌呢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 男人右手断掌手相的情况 男人右手断掌有何性格特征 一 责任性很强 凡是开了头的事情 不管中间碰到怎样大的困难 也不会将那件事丢开 总是会咬紧牙关 把那件事情做完为止的 二 主观性强 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 三 立即心重 好贪小利 喜弄全事 四 做事有责任感 不达成功不停止 五 对情看得很重 尤其是爱情 异性 会竭尽自己所有的力量 去博取对方的欢心 六 喜欢独自经营 事无大小 也都亲力亲为 不喜欢别人插手 也不容易听信别人的意见 七 爱恶分明 八 适用能力和应变能力较差 九 个性坚持得近乎固执的人 十 很有能力 重拳 大多领导人都具有 段掌文 段掌的构成正是 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 感情线自然代表 对感情上的思维 反映此人对感情的较重 诚实与否 智慧线代表了 智能 理智如何 反映此人对人 对视的态度如何 现在 二文为一 表示感情和理智不会分隔 于是 段掌的人性格上 显得坚强 自信心充足 处事极为理智 不易受到感情或亲情所左右 自然独立性比较强 段掌人不听父母的话 左段防父 右段防母 防者刻也 异地分居 聚少离多 或同地而不同居 代勾大 右手段掌的女人怎样 段掌的人可以做大事业 有一种跟波浪形相反的头脑线 这条头脑线由大拇指那边的掌边开始 一直向小指那边的掌边伸过去 宛如一条小巴 将手掌切分成上下两段的切痕 它既是头脑线 又是感情线 女生右手段掌会怎样 一 对爱情看得很重 凡是爱情意义性 会竭尽自己所有的力量 去博取对方的欢心 二 责任性很强 凡是开了头的事 不管中间碰上怎样大的困难 也不会将那件事丢开 总是咬紧牙关 把那件事情做完为止 三 个性坚强地近乎固执的人 四 喜欢独立经营 事物大小也都亲力亲为 不喜欢别人插手 也不容易听取别人的意见 五 不善于跟别人相处 即使是家人 也相处得并不十分愉快 假若不幸失了恋 他可能会伤心地终身不结婚 这种爱情至上的人 乃属于悲剧性的人物 所以具有断掌的人 他的事业成功得比较难 也成功得比较缓慢 但在成功之后 他便能确保住这些成就 他便继续向新的成功迈进 右手段掌的女人性格如何 一 当今更是男女同步 大男人世界生存的空间 与女人的也不相上下 所以 女性段掌并不再是什么了 爹娘养或客夫掌了 这也是时代改变之下 命相学亦要做进步的变化 当然 不亦妥协的性格 始终对婚姻会造成很大的波动 也是无可避免的 二 中年之后 意志力越来越坚定 不达目的 绝不罢休 爱恨一走极端 但在事业上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 在感情上 好则好 不好则了 女人属因若太刚 怕是对婚姻不太利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 如果你二人非常的投缘 那也是非常完美的一段 三 段掌的构成正是感情线和头脑线合二为一 感情线自然代表对感情上的思维 反映此人对感情的轻重 热诚与否 头脑线代表了智能 理智如何 反映此人对人对事的态度如何 现在 二文为一 表示感情与理智不会分割 于是段掌的人性格上显得坚强 自信心充足 处事极为理智 不欲受到感情或是亲情所左右 自然独立性也就较强 不用再论其他的因素 单从这性格上的分析 便可理解古时面向学家 如何对拥有段掌的妇女 认为一生不利婚姻的原因了 因为段掌人一般都最新工作或是追求名誉 而在古代 女子不用外出工作 只要找到一个好丈夫就是好命 而现如今 年代大大改变 男女平等 女子也可以有事业 只是很多人不了解段掌的意思而已 段掌人不听父母的话 左段防父 右段防母 防者客业 异地分居 聚少离多 或同地而不同居 带勾搭 因此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段掌人的个性 比较倔强 容易冲动 理智 绝对控制感情 五 女性三从四得的时代 基本不可能有独立思想 凡事都以丈夫的意见为主 但段掌的女性就算是很倔强 意味能够达到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地步 自然就难得到丈夫的欢心 打入冷宫是必然的事情 诱惑 丈夫自尊心受损 闷洁也打不开 多忧损受之下 所以又认为段掌的妇女可夫 六 这就表明啊 段掌的女人必须改变自己的刚愎自幼 和过于得理不让人的性格 要知道迎合丈夫的心理 不要在家 在外损伤自己男人的面子才好 女性拥有一对段掌 所谓的不离婚姻 主因是性格上的影响居多 并不是先天命注定的离婚不可 若肯改变本性 厄运就会减少 女人右手段掌手相 女人右手段掌手相 女人段掌则代表父母原薄 过防养的意思就是自小一过寄给他人 或者自小跟随祖父母或者其他亲人 若女人由此掌纹属命硬之人 客性相对比较大 对周围的亲人的运势啊 都有阻碍的作用 所以自身的感情路程一样比较齐聚 结婚阻碍 离婚的几率也大 拥有段掌的人 主观性强 脾气较大 做事也很执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新兴兴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